急诊室里依旧每天忙得向打仗 张鹏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想他 只是觉得好笑 说了那么多 他还不知道他叫什么 打年夜那天 又是张鹏值班 出门前老婆还抱怨 过年别人都是往回走 哪个有空去你们那里 街道周围到处都是喜庆的红色 只有医院里一片白色 看不出一丝过节的气氛 护士站里 几个护士认真地摆着一个苹果 祈祷今晚平安度过 张鹏他们可有个迷信的说法 晚上点外卖不能点炸鸡 要不然那一晚肯定是鸡飞狗跳 吃水果不能吃火龙果 要不然一晚上红红火火 病人来个不停 病房里今天能出院的都出院了 不能出院的也有家人陪着 一家人其乐融融 晚上十一点 120送来一个病人 张鹏一看 正是前几天的流浪汉 他捂着肚子满头大汗 流浪汉没家属 没进往病史 怀疑急性腹膜炎 随车的医生说着他的病症 送抢救室 一号床 开通借卖通道 张鹏一边戴手套 一边招呼护士做准备 流浪汉突然用力抓了抓张鹏的胳膊 艰难地摇摇头 张鹏低下头问他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不 抢救 张鹏看着他疼得满头大汗 却依旧态度坚决 张鹏说 不抢救你会死 而且会死得很痛苦 他疼得在床上打滚 却依旧坚持不抢救 张鹏把放弃抢救书给他 他艰难地在上面按下了自己的手印 名字那一栏依旧是空白 张鹏让护士给他注射了一支止痛剂 可是这个时候 对他而言 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他被推出抢救室 又放到了急诊大厅里的角落 护士用围栏挡着 里面不断地传来他的身一声 这种病 如果不治疗死的时候会很痛苦 有一个词 叫穿肠烂肚 病房的电视机里 传来喜庆的歌声 恭喜恭喜恭喜你 冬天已到尽头 真是好消息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最后听不见了 张鹏在确认他的生命体征之后 发现他的手里 紧紧地握着一张全家福的照片 照片上的他很年轻 怀里抱着儿子 妻子站在身边 一家人笑得很开心 警察过来 把人带走 他的死亡证明上 姓名那一栏写着 无名氏 张鹏在心里感叹 怎么会是无名氏呢 明明是某个女人的丈夫 某个儿子的父亲呢 每个流浪汉的背后 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而每个故事的背后 是一个家庭的支离破碎 人的一生是无法回头地担心到 不管你最后的悔悟有多深刻 付出的代价有多惨痛 失去和错过的东西 终究无法再弥补 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